目前,国拼已经结束了2021年度所有的乒乓球国际赛事,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在这一年里,奥运会、全运会、士拼赛、世界杯轮流举行,对于国拼团队,尤其是运动员来说,也迎接了不小的挑战。 不过,总的来说,国拼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和调整,并且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。 樊振东而其中樊振东是近来发挥最出色的男选手了,他拿到了东京奥运会、男团冠军、男单亚军、士拼赛男单冠军、世界杯男单冠军的荣誉,一时间吸粉无数,不仅是国内的球迷以及乒乓球选手们粉上了他,连外国的乒乓球选手也成了他的粉丝,表示很崇拜樊振东,把樊振东当作是自己的偶像。 樊振东和田智希合影其中,又有被称为韩国乒乓球女队一姐的田智希,他原是中国选手,后转级加入了韩国队,通过樊振东试拼赛的出色发挥,田智希也成为了他的粉丝。 在比赛的间隙,田智希找到了樊振东,与他合影,还比划起了V字手势,满脸的开心和愉悦写在脸上。 除此之外,田智希还自拍,他穿着映有樊振东英文拼音的红色球衣自拍,把穿上樊振东同款的球衣作为一种骄傲和自豪。 田智希穿着樊振东的球衣,没想到,樊振东不仅在比赛场上表现出色,在场外还有不小的个人魅力,让身为韩国女拼一姐的美女田智希也成了粉丝。 田智希也难怪不少球迷调侃和开玩笑,让樊振东早点规划一下自己的人生大事了。 不过,虽然樊振东参加比赛比较早,成名也比较早,但他是一位1997年生的球员,还很年轻,球迷们也不必太早担心他的终身大事。 其实,除了和尹和追星,田智希还有一个要求,他觉得樊振东的实力太强了,如果有机会的话,他想要和樊振东组成混双组合参加国际比赛,让樊振东带一带他,虽然这话带着几分玩笑的意思,但或许正是美女田智希真实的心愿。 田智希不过,能不能成,这或许就要看刘国良的意思了,没准他真的会同意,那么中韩混双樊振东田智希组合就会诞生了,明年的国际公开赛,或许我们真的会看到这对组合,大家觉得呢?